WOW 正呀 魚 魚 正呀 魚魚 正呀 魚 男女世界千奇百怪見怪不怪 一個港男一個港女 跟你港男港女 一不離二 我們一有封煙 然後我們又有第二個封煙 我們接一下封煙 Kuman Hello Kuman Kuma 名字很帥 Kuma 大家有什麼想分享 我沒有 你說初戀 那我就說說我的初戀 你初戀是怎樣的 他幾年前 20年前 我今年已經40 即是到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後 才是 出來工作 那時候 那時候初戀 那個女生大約我10歲 20歲 20歲 30歲 沒什麼所謂 怎樣認識 分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怎樣相認識 同公司 他是你上司還是同事 不是 他是第二個部門的老闆秘書 老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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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跟老闆有事 人家明星都搞 我搞老闆秘書 這個初戀真正 正正正正 怎樣開始發聲 先講詳情 其實一開始有些文書的交接 要給他給你 是的 交接了一段時間之後 很巧合 因為那時候我很喜歡行山 我們整班同事都會行山 健康的分子 他們約了他們 其實我老闆說 不如叫誰 好啊 我就膽鬆鬆下去 叫了他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行山 是的 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 年輕人比較多 年輕人的單女比較多 去了叫他 就這樣開始認識了他 認識了他 那怎樣開始 之前都認識了 不過就不太熟 但是你認識他 那時候知道他這麼大年紀嗎 知道 知道 因為他是在那間公司 一路由他 一出來 讀完書一出來 就在那間公司做事 所以就算得到 你想想我當這18歲 入一間公司 做了十幾年 老神子來的 真的 是的 那你跟他走過山之後 是一直有聯絡 出街 開始都沒有出街 但聯絡 因為是同公司 因為經常都有文件來往 經常見到 就聊幾句 後來 後來就開始 我自己約他去行山 那時候我第一次拖手就是這樣 你的表白 你有沒有表白過 還是一拖就一起了 走錯了 是的 因為行山 因為他怕狗 剛巧我們走過一條路 就很多 就是村屋 然後再上獅子山 原來追女人要去行山 這個情況 我知道 上獅子山那段我也有去行 你知道前方是二十年前才會有 是 那裡有很多狗 他就害怕 我就拖著牠走 首要是尖沙咀海旁 就射掉牠一口 那就可以了 但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去喜歡她 我想進了一間公司 三個月至半年之間 我不太記得時間 即是你第一頭幾次見他已經喜歡還是怎樣 都不是的 只是純眼 我只能說純眼 接著見見見見就見出感情久了 分手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年紀太大 其實家裡壓力太大 拍了多久 年紀 正式拍拖就是年紀 但家人是何時開始知道你跟他拍拖呢 我想我們拍拖 其實我們是未拍拖之前 家人已經見過我 這麼奇怪 因為我們有一次行山 我不是說過在沙田上獅子山 剛巧我們那一早在麥當勞吃早餐 他媽媽剛巧坐在我們家 然後介紹這個同事 當時我們也未拍拖 其實很矛盾 你明知道他這麽大年紀 跟著都跟他在一起 然後分手是因為大年紀 其實這件事很激烈 我覺得有一種無奈的感覺 即是雙方家人逼你們分手 你們就分手還是怎樣 閒言閒語還是懶言去懶語 其實他叫你大一點 因為我媽媽 我媽媽未見過 也不知道我在拍拖 我媽媽只知道有個女生 不知道是哪個女生 就是這樣 年紀大約三十歲 有壓力是正常的 懂得分年齡 跟一個這麼小的男生一起 是不是真的會結婚呢 都不成熟 那些年輕人哪個成熟 怎樣怎樣怎樣 有沒有遺憾 對這件事 沒有什麼遺憾 男人是比較冷血的 會回味 當然會回味 因為他教會了很多東西 例如我 你剛才知道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 這個年輕人剛出來工作 哪有懂什麼名牌 就是他教會我什麼叫Polo 什麼叫Polo 因為他穿的全部都是Polo 給姐姐戴著的感覺是OK的 時間有限 用你最深情的語氣說聲 我要初戀 我要初戀 對 我要初戀 對 說一句 深情一點 為什麼 快點 這個環節來的 OK 我要初戀 好啦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 其實我也試過這樣類似經歷 好像有大學到六年 當然不是初戀 你的經歷是不是真的 你又說你的經歷 不過他 雖然你說最後分手 壓力大是正常的 我覺得這件事 但他的壓力是來自家人 他的壓力是來自對方的家人 不是應該是 但我有兩個朋友 都是大他 剛剛也是十年的 兩個都是 一個就是我的同事 他們也是同事 那 那 男生從頭到尾 跟女生說很喜歡他 那女生已經有個女兒 來了婚 但有個女兒 稱住 那女生真的挺正的 到今天過了十年後 還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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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 他們一齊了 真的很開心 看到他們 男生很開心 哄了女生很久 那女生才跟他一起 一起了 但是那女生最後 覺得 我跟你是沒有將來的 第二天我真的會很老 或者 你又要照顧我女兒 尤其是我覺得對你 真的不公平 但是他們真的 心心相愛意 我是知道的 我是撞他們吃飯 很無奈 最無奈是什麼 我知道時間有限 趕快一點 我也是有一次 我們吃飯 遇到他們兩個 兩個不出聲 你們兩個不出聲 我都很久沒見 已經沒有起過 那間公司做 然後看到他們吃飯 不出聲 然後男生哭 什麼 不是 我說什麼事 我們還有七個月 就拍完拖 有個時間限制嗎 有個女生說 我們要分手 不能夠再拖 我們就七個月後 那時候一年後就分手 現在就七個月後 他還在倒數 冷靜期 一說他就已經眼濕濕 好像倒數自己的生命 最有趣的是 那女生有結果 結果就是 那男生每一次開鎖 都還有他繼續 那個女生真實在 即使到今天 他都沒有再拍拖 雖然他跟我一樣 男生看見女生都很喜歡 但他還是很喜歡他 拍拖不用多 一次黑骨銘心已經足夠 那女生但最後是再結婚 然後再散 但他在愛屋及屋 繼續很喜歡那女生 和那兩個小朋友 甚至帶他們去玩 這個男生真是激憤 不得了 這個男生 說我初年請嘉賓好 嘉賓先 我可以下個禮拜說 伊士 你的初年是怎樣的 是苦是甜 是怎樣的 中學 中學沒有暗瘡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暗瘡 沒有青春過 所以沒有青春到 然後過了中學 出來工作 不算出來工作 那份應該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可以說的 我在這個地方 在附近 在這附近 在某商場賣東西 賣電子磁點 快樂通 正確就是快樂通 嘩 被你猜到 那天只有兩個牌子 好像快樂通 好了 贈了 五五都被你猜中 劉鑫沈很開心 今天拿了財 你知道那些八卦公司 有很多品牌 有其他東西賣 旁邊有個女生賣筆 讀完Form7準備升大學 那時候我年紀 你知道 剛才出來工作 19歲 我讀了幾年書 她就準備等讀大學 賣完紙筆 我知道她剛才睡了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老實說 她應該不會聽的 其實她又不是很漂亮 又不是很身材 即是外表不太吸引 外表而已 漂亮 不漂亮 但就是吸引我 合玩完 偏偏就是合玩完 就是那個感覺 令到你心跳加速 那種東西 一見鍾情的感覺 你的體溫是為止38點幾度 未至於發燒 但又比正常高一點 心跳長期保持起 又未到跑步 當然可能沒有說 然後下面又未斜 可能我不知道 繼續說下去 然後 情況很奇怪 就是 跟她一起約她吃飯 午餐 不如約她一起吃飯 麥當勞坐下 下班又說 一起看電影 然後 我也表示了 你怎麼表白 什麼方式表白 哪細年式 還是親吻哪茶式 沒有 又不是暗示 都明示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你 其實可不可以 做我女朋友 然後她的答案 我問她之前 我被中學同學困了 她說 其實要知道女生 喜不喜歡你 接不接受你的愛 很簡單 怎樣呢 你只要帶她去麥當勞就可以了 蛤 肯和你捱麥當勞就可以做老婆 原來這麼多年前已經有這件事 是的 20年前的時候 沒有20年 10年前的時候 沒有 不是 你餵她吃薯條 她只要肯吃 她對你 為何要薯條 還說很肥 你餵她吃薯條 她肯吃 就代表她 愛你或者受你 混蛋 我喜歡吃薯條 那些朋友是你 神經病 那時候 大家知道嗎 灣仔有個昏榮碼頭 那裡有一間麥當勞 很漂亮 煎頂獨立屋 看著海 那時候 那時候在中學那裡 溫輸的 會考 那麥當勞 那裡還有啤酒 賣了酒牌 那麥當勞 沒錯 對著海 結束了 接著 帶她去吃麥當勞 餵她吃薯條 她真的吃 然後就 中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其實你也應該感覺到 你餵完之後 餵完 我沒有 你應該感覺到 阿 那筆 你也可以感覺到 有沒有看到上手指那些 什麼 � Join 抖著手指 fighter 我跟它 你應該感覺到 overwhelmed physics 有時候ポッкой love 我告訴她 你覺得我們 Anyways 如何 第一次 我覺得不可以 年紀 為什麽呢? 晨天的力氣 晨天的力氣 不行 一分鐘內說完 不行,那怎麽辦呢? 我說,我們還頗有感覺 然後她說,你再努力一點 給我機會 好了,我便餵了漢武包 鹽味不夠生性 吃魚柳包 然後跟她一起去拍攝 看電影 我便很愚蠢地出去問她 你覺得我們可以嗎? 都沒有 追究了嗎? 可以嗎? 請了10次戲 還不夠? 吃了10次麥當勞 你還想怎樣? 然後女孩子怎樣回答? 我覺得還未了解 那時候是多久? 維持了多久?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的事情 然後呢? 不是很長 幾個星期很長 然後她說了一句 我真的發他爛爛 然後就受了我扣 你說吧 是什麽事 然後她就說 我們未了解夠 然後我說 了解? 拍拖就是用來了解 如果了解夠都可以一起 那就結了婚 韓翔你好man 我也覺得你笑很帥 然後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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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一起呢? 珍珠奶茶色表白 不是我表白 是她表白 厲害 是你啊 可憐啊 就是我在一個廊坡賣電子 做了公開 突然間她叫了我 就是我之後的女朋友 叫了那個女孩子 就遞了一張紙仔給我 我不知道什麼 她一開 我想和你一起 啊 然後她在地上 在那裡點啊點啊點啊 這樣一起坐 但只是好見不常維持了一個月 也好啊 再加上另一條 也好啊 只是拖手和吃過一次 嘴仔就完結了 也好過沒有啊 石雀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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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會不會回味你的初戀 其實沒什麼回味 因為分手的原因是很無契的 你會不會回頭呢 當然不會回頭 她已經是醫生了 醫生覺得自己搶什麼 也不會的 我也是演員 對你來說 這個是甜啊酸啊苦啊 還是什麼感覺 因為經歷都沒有甜酸苦辣的 有機會就和下次大家分手 分手的原因 用你最深情的感受 去說出我要初戀 一說我要初戀 就想起張柏茲 白癡啊 張柏茲大聲說我要初戀 張柏茲大聲 張柏茲大聲 還是那個男人說的 不是那個女生說的 不是白癢金 不是白癢金 深情一點 深情一點 我要初戀 聽不到 我要初戀 這段環節說完了 如果初戀到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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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準備了很多事 但沒有時間說 沒有內地 今天太多封煙了 下星期都歡迎你 每個星期都歡迎封煙 我們最後送一首歌 不是送的太漂亮了 給大家聽一首歌 那些年 下星期見 下星期見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桌殿下的老照片 无数回忆连接 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奔着西裳红色领带的肩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座位前后 故意逃你温柔的马 黑板上白裂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了勇气 曾经想着附全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 我会轻轻抱着你 轻轻抱着你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奔着西山 红色领带的肩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衣身帅气西装 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作为前后 故意逃你温柔的忙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吧 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曾经想征服全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甜甜 全部都是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街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我会 静静静抱着你 静静抱着你 静静抱着你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街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我会 静静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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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